蘇巧之餅 走哥 食物日開放 又開放給在地的小朋友 來看看在地這個地方 到底是放了什麼樣的東西 怎麼這麼神秘呢 讓地方的民眾可以了解說 原來樹林有這樣的一個好地方 市中心占了這麼大的倉庫 所以說我是覺得說太浪費了 做成一個像435特區 或者是華山特區這樣的模式 來帶動我們樹林的觀光 走到梁村後頭 圍牆內還有一塊小綠地 只不過因為缺乏整理 雜草漲到半身高 蘇草會於是和里長爭取 能開放給民眾使用 決定把圍牆退縮 把空地騰浪出來 往地方做綠美化 往地方的裡面 來做平常的修行活動 期盼年底前完工 能賦予樹林工糧倉 全新的價值 記者吳正宇 劉宇軒新北報導